爸 爸 爸 怎么了 腿腿还肚子疼得快不行了 什么 你快点了吧 你去坚持会儿 爸 让你让车 徹徹别怕啊 你没事 你真的没事 别怕啊 坚持住 别怕 你一定没事 别怕 徹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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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怎么这么急啊 我怕他 去医院了 你看 你看这孩子急成这样 你怎么 你爸怎么了 生病了 我给你别着急 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孙孙阿姨生病了 快又死了 这孩子 你打孩子干什么 你让他把话说完 他本来就是嘛 翠翠还生病了 满窗打滚 我爸抱着他打车 你爸抱着他 就你们家对面那阿姨啊 是 听见了吧 破车耗懒债 他什么事不管 谁是林翠翠的家属 我是我是 你爱人快临产了 需要交那个住院押金五千 我 我不是 你什么不是啊 我不是她家属 我是她邻居 那她的事你管不管 我管 我管肯定管啊 她的这清楚都不在身边 能不能通融一下 少却是押金的 她现在情况不太好 你赶快把押金给交了吧 好好好 你又出事了 你才出事呢 我现在在医院 没事跑医院干吗去 你们还是出事了吗 是我邻居出事了 就是那个翠翠 她生孩子了 她又不是你媳妇 你招什么急啊 你看 我急需这五千块钱 是交押金的 你要不送这五千块钱 就交不了押金吗 交不了押金 人家不让住院 不让住院 我就把它弄回大院 弄回大院以后 你是你会接生 我会接生啊 好好好 那你赶快啊 抓紧时间速度速度速度 你怎么回事啊 家属呢 在这儿 产妇怎么样了 怎么回事 病人情况不好 产后大出息 情况非常危险 我们正在全力丢用雪姜 你要做好 充分的精神准备 别别别别呀 这都什么年代呢 怎么生孩子能出人命呢 我都跟你说了 你老婆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病人洗牙快没了 赶紧睡觉过 快 好的 你松手 是不是很紧急啊 是啊 雪姜不够 不行了 那你抽我的 抽我的 你什么学型 我 我万能 万能型呢 什么是万能型 O O型 好的 跟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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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喝水啊 来 喝水 你别碰我 那你怎么喝水啊 那你自己拿 你刚刚做完手术 是一动到会开的 现在还听得懂啊 这 这 不能激动 不能哭 你得一哭买水容易回来 一看你这老公还真挺能耐 是啊 千万别激动 产妇的情绪还真挺重要的 你们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事发突然没来得及买呢 一看你就是第一次当把 需要东西多着呢 那你给我交代交代好吗 走吧 好 小姐 小姐 快点 给我走一趟 怎么样 车行吧 还行 我说 从昨天到现在 你一直在这儿盯着 我不在这儿盯 在哪儿盯啊 废话 这是她老公该干的事啊 不对 对 她老公让你给撞了 我说解放 你真准备伺候她了 这种事你不怕占包啊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你是不知道 翠翠差点没命的 吓死人了都 大出血 大出血 没办法 抽了我一千毫升 没办法我给抽死呀 我到现在还点迷迷糊糊的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你给她输血 还一千毫升 解放你是不是傻呀你 我要不给她抽的话 翠翠的命就没了 她命没了 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了 那她们一家三口的命 都搭在我手上了 我能见死不救吗 我肯定要救 你这可真叫破车耗篮债啊 别人遇上这种事 躲还来不及呢 一千毫升亿啊 我说怎么看着这样 你看你脸着色 算 算 赶紧回家 回家 回什么家 我回家撤得怎么办 你在这儿帮我盯着呀 我盯什么 我一黄黄大小伙子 我撤回院子呀 还是呢 赶紧跟我走一趟跟我走 我去哪儿啊 买东西去 翠翠一天躺在那儿 啥都没有 我姐生小步的时候 也没见你这么测过啊 我那个时候不是开公交车吗 属于有公职的人 我哪有闲工夫陪她呀 对了 这事千万别让你解释啊 来吧 上来吧 我我我我我起来带你 她不演一花呀 能不花吗 那是一千毫升鞋 别吞了 还是坐坐坐坐坐我车走吧 坐你上我车 到底是我小舅子 知道腾姐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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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钱小舅子 哦 钱小舅子 谢谢 等着我啊 把包给我 把车图车本去啊 好 这儿吧 阿姨啊 好 阿姨啊 好 阿姨 是在这儿 这儿太多了 那你说买个什么牌子呢 你问我呀 我问谁去啊 你不啥都知道吗 关键我也不用这个呀 姑娘 不好意思的请教一下 这卫生巾这个牌子怎么样 你给个建议呗 有病吧 平时用哪个呀 你要卖老婆去 我单身 这这这这工业看挺不硬的 你这么说话呢 你别说了 臭不要给 请问你们二威 我一会儿要买卫生机 哪个好点的 你老婆做月子吧 不不 他不是什么老婆 就四桌月子用的 做月子就是这款 挺实惠的 您这岁水能当爸爸 真不容易 不是她老婆 原来我姐夫的人 特别热心 您姐夫 还不是吗 做月子的是您姐呗 不是 你不能这么认为 你能不说话吗 你不说话 能把你当哑巴卖了 是咋的 不是 既不是她姐 也不是我老婆做月子 明白了吧 那是谁啊 是 好 这事比较复杂 不说了 好 谢谢 谢谢啊 来 说清楚 好 走 走 眼睛好痒 你看看这又什么东西 别动 别动 我来 我来 好痒没 好痒了 别看 非男人看 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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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大哥 你是她老公吧 你快看看 你家孩子饿得知哭 翠儿 怎么样 这孩子怎么闹那么 这孩子哭得太疼人了 别着急 我买了奶粉了 马上就冲给她喝啊 我回忆回忆程序啊 第一次用力先消毒 奶嘴儿 奶嘴儿吧 不能太大 不能抢着孩子 对对对对 你看看人家多专业 你学着点 大哥 你不这是二胎吧 什么二胎啊 别胡说 好 医彩 你坚持一下啊 我妈到开水房 去消毒 给孩子冲发买 马上好了 宝宝 坚持会儿 大哥 你经验可真丰富 你教教我 我们这刚住进来 媳妇好不容易怀上了 保胎 这个没什么学的 你们多看看书就明白了 这是个经验啊 别兑水啊 不会的 小布小时候啊 我就没用水过 差不多 差不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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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吃饭了 宝宝 来 来 来 好神奇 大哥 您一看就是那种居家好男人 就是那种超级奶爸吧 临时奶爸 临时奶爸 过家 过家 好 好了 把孩子给我 挑着 挑着吧 帮 thou可碰 我 帮你 eterno 你给我 然后老大 你给我 救你 帮我 抓住 帮你给我 他 没事 没事 帮你 帮你 快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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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这怎么吃饭呢 跟吃猫神似的 赶紧吃 吃完了 那茶几上 妈给你晾的水在那儿呢 喝点水 喝完水要困了 想睡觉就进屋睡一觉 然后好写作业 妈去给你开家长会了 我爸他什么时候 才能来接我呀 一提你爸我就生气 你看他一天瞎忙活的 人家生病你爸来劲了 为前为后的转 自个儿子都不管了 里外都分不清 崔子阿姨他不是外人 他怎么不是外人啊 他不但是外人 还是危险的人 儿子 听妈话 那院你就不能回去了 以后在妈这儿住 他怎么能是个危险的人呢 妈说他危险他就危险 你就听我话就完了 赶紧吃饭 吃完了把碗洗了 妈给你开家长会去了 妈给你开家长会去了 小孩子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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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了笑了笑了 笑了笑了笑了 宝贝该去儿时了 真的舍不得呀 你好好休息啊 多吃点自养品 得尽快下拿 要不 我孩子可遭罪了 好好好 我走了 好嘞 谢谢 听见了吗 崔子 你想吃点啥 我给你买菜 我不饿 胡说 都一天一夜了 怎么可能不饿 你走吧 我去哪儿了 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 反正别在这儿待了 我也不能跟你说谢谢了 咱俩就算扯平了 咱俩就算扯平了 怎么永远扯不平呢 我欠你这太多了 现在是我欠你的 住院押金是你叫的吧 等我出院以后 我就还给你了 不说这个 那个以后再说 眼下有当务之急 就是孩子吃不上母乳 真的挺遭罪的 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啊 笨手笨脚的 从孩子闹着要吃奶开始 我就啊 那孩子从跑奶粉到水温正好了 到避到孩子嘴里 小八小时了 我听到孩子那哭声 我真的挺揪心的 你不用跟我说这个 这个不关你的事 什么叫不是我的事啊 总之我认为啊 孩子吃母乳啊 好处太多了 无论怎么得成长 到孩子聪明和智商 都吃母乳是最好的 孩子也长得最壮实 明白吗 行 好 这事我来想办法 你尽量买点好东西 那你下来 我就要催乳 催队 你千万不要答应 这是个严肃问题 一定要催乳 如果催不下乳来 对大人孩子都不好 明白吗 你出去 催队 你听我说好吧 你出去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你出去吧 好好 催队 你千万别生气 别生气 我出去 我出去 你可别把这条奶奶给气回去了 好 别生气啊 走了 回来了啊 你好 咋的了姐 没事 我看见一个中年大叔摔倒在地 他可能是中暑了吧 万一他要是讹上我的话 这段视频就是一个证据 大叔 你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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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好好好 好 谢谢小伙子 好样的 谢谢 谢谢 咱这个是七万钱 来 给您 慢走 再来啊 待会我们找钱 找钱 三块 哥 您看看你买点什么 你 有没有活鸡 活鸡 有啊 多少钱你 咱这活鸡三十块钱 这么贵啊 哥 你稍等我给你讲 哥 我跟你说 咱这个鸡啊 是三氧的土鸡 就这白条鸡都比不了它 这三氧土鸡是吧 对 老有营养的 那行 来一吃吧 好嘞 哥 稍等我给你熟熟熟了 好的 好 爸 您回来了 儿子 您没去上学啊 我上了呀 下午开一家长会 走 走 那个 你妈 你妈 是不是下一班的 在睡觉啊 没有 她就给我开家长会去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爸 能这么疲惫啊 是 爸咱还没睡好觉 睡个点累 你不一直照顾翠子阿姨吗 我都没打电话叫你 爸 翠子阿姨现在怎么样了 挺好的 没事了 这鸡哪儿来的 这么大呀 你说哪儿来的 花钱买的呀 你又挣钱了 小屁孩屁块那么多行不行 好 等着吃鸡啊 我给你坐去 爸 我最爱吃鸡了 我妈的就是不让我吃可能去 爸 您会做鸡吗 是烧啊 还是炸啊 炖 炖 打炖呢 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啰嗦了 好吗 我说怎么吃 你就怎么吃 你做你作业吧 为了吃口鸡肉 话都不让人说 你盗了什么呢 我啥也没说 我不吃苹果呢 你不是要吃苹果的吗 酸 香蕉 香蕉太黏了 然后吃葡萄 葡萄 你给我给我 那首 洗没洗 洗呀 咋呢 汤呀 泰ophyjos 真死我了 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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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臭儿子 老师表扬你了 真给妈长脸 那是 什么味啊 香吧 我爸炖鸡了 你爸 你爸 你爸怎么跑我家炖鸡来了 我爸说咱家没鸡罐没气了 所以就到这儿来了 人呢 他走了 他炖上鸡之后就到沙发上睡觉去了 那呼噜打呢 还咬牙说梦话呢 我爸说你回来之后就不用再做饭了 那只鸡够我们吃的了 妈 你说咱是现在吃呢 还是等那警察回来咱一块吃 什么叫那警察 叫范叔叔 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啊 满路道都是香味 回来啦 我那味炖鸡了吧 警察的鼻子就是好水 小子 怎么说话呢 不能叫范叔叔啊 这你打他干什么呀 我就是警察嘛 人小布说的没错 你回来正好 你陪孩子吃饭吧我不吃了啊 我夜班吃完饭之后啊 你陪孩子去学钢琴 我不去 你为什么不去啊 我不想学了 我这样的学也没有用 你什么样啊 先放这儿 你什么样啊 没等学呢你就说学没用 刚夸完你 老实说你文化科学得好 你就不能增加点素养 把这钢琴也学好啊 不想学钢琴跟你爸说了吗 我就不想学了 不想给我爸省点钱 可我爸他就是不听 我也不同意 这钢琴你必须学好啊 你爸掏不出钱 妈掏 就算我爸掏不出钱 我也不让你掏 你个臭小子你 人都说男孩跟妈亲 你怎么跟我越来越生分呀 你这鸡怎么炖的 怎么了 你自己看看吧 鸡汤啊 你竟然是会把我带来的 你竟然是有事 他们是有事 你竟然是有事 这是什么呀 却东西也有事 你竟然是有事 鸡汤 老母鸡炖的 就农村那种散哑的奔鸡 太香了 来 喝一口吧 我不喝 喝吧 这老母鸡汤燕亚特别丰富 对恢复身体有好处 主要是下奶 你懂啥呀 不 她说得对 也确实有着功能 你看 年轻人都懂 快喝点吧 好吗 我真的不想喝 要熬鸡汤啊 对对对 真行 是吧 她不愿意喝 你看 最好也能劝你喝 不喝呀 你这胳膊怎么了 没事 骑车的去买鸡嘛 不小心蹭不了 林翠翠 你这老公可真是太好了 他昨晚给你输了一千毫升的血 今早又蒸了到现在 这大热天的摔成这样 你可真贪然好男人了 舒玄 他还没跟你说呀 那是怕吓着你 当时血库掉血来不及了 正好它是欧型血 他坚持要收他自己的 拦都拦不住 这汤一闻着就香 你赶紧趁热喝了吧 出了这么多心 赶紧好好补补 再说也是为了孩子 他要是不喝 你就硬生惯喝 欢迎你惯进去啊 好的好的 放心吧 我一定惯进去 林志玲同志听到后世讲的吧 我惯了惯了他 来吧 我自己来吧 你自己能来吗这会儿 来我喂你啊 这个场面太温馨了 不行 我得发个朋友圈 陆姐 麻烦你的事 我下午要去趟教委 严信彤彤上学的事 晚上还要去个酒店 给她当弹琴 孩子快上学了 我得给她挣点学费 你看彤彤能不能 在你这儿待一下 没问题 你老是这么客气 去吧 我也不是客气 总给你们添麻烦 为了彤彤的眼睛 郑委长也帮了不少忙 她帮什么忙了 你别提她 彤彤 在阿姨家里要听话知道吗 妈妈你就放心吧 真乖 去吧 那我就先走了 行 放心吧 彤彤 再见 妈妈再见 再见 坐吧 我们当中 想不想要吃橘子呀 来 阿姨给你包个橘子 郑叔叔在家吗 郑叔叔啊他工作太忙 不回家 走过达了 怎么可能 现在我帶到香港 我愿意忍不耐用 阿姨 931里来 留下 林医生 林医生 你今天开车来了吗 开了 我的车送去保养了 正好我在德国的导师来了 有我今天见 你能送我一趟吗 没问题 你送我到那就可以走了 就耽误你一点时间 您不用那么客气 走吧 学个琴怎么跟上刑场似的 比上刑场还难受 上刑场一枪毙了 起码痛快 这可好 一星期一趟 遭罪不说还费钱 我说你个臭小子还挺有想法的 范叔 一会儿到老师家 你千万别上去啊 怎么了 为什么 别人要是问我 你是我傻 让我咋说呀 好 不上去就不上去 婷妮 你有时间走了 不用陪我了 不够忙的老师 没关系 等人来了我马上去走 她们应该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其实不怪她们 是我手术错过了约定的时间 好 谢谢 老师 对不起 最近给您添麻烦了 因为最近医院里面的一些流言蜚语 该是我说对不起 真的非常口气 老师您别这么说 我真的没有什么 只是担心 担心事物会误会 而且我觉得 她好像已经有些误会了 我不想因为那些嫌疑会影响到你们 你想得太多了 去嫁过日子 难免会有点小摩擦 就算我和你师母闹矛盾 也不是因为你 你没来之前 我们俩有的时候 也会办两句罪 就是因为我们家韩韩教育的问题 我们也没有少争执啊 那就好 你不要太敏感了 因为你是我的学生 你师母多看你两眼 多跟你说几句话 这都是正常的 你年轻聪明 业务也好 将来会有很大的作为 我也跟你说过 不要顾虑太多 眼下就是安心地工作 你放心 老师 我不会影响到自己工作的 正院长 小丁医生 你好 这么巧啊 小夕 刚才是你谈的吗 是啊 童童快上学了 给她赚点学费 童童现在还在你们家那儿 让陆姐看着呢 我在等一个客人 丁医生送我来的 童童住院的时候 天天见面 谢谢你啊 丁医生 你太客气了 那行 你们聊 我先走了 好 去吗 嗯 你好 谢谢你啊 挺胜利的吧 丁医生 挺胜利的 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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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姨家里 没有跟阿姨捣乱吧 没有 童童可乖了 比我们家韩韩小时候强百倍 我倒是喜欢韩韩那样外向的性格 对了 你说巧不巧 我今天在酒店碰到郑院长了 酒店 对啊 我弹琴的那个酒店 郑院长和小丁医生在那儿喝咖啡 小 小丁 丁医 就是童童住院的时候 管过童童的丁医生 妈妈 你见到小丁阿姨了 我好想她 你能不能带我去见她 好 带你去见她 不过现在咱们要回家了 阿姨要休息了 好不好 陆姐 陆姐 我们先走了 好好 我们走了啊 行 跟刘露阿姨说再见 刘露阿姨再见 再见 走了啊 好 那我不送了啊 陆佑送了 慢点啊 是不是没护床 你们有出床的啊 出床吗 点一点 你怎么睡这儿啊 怎么不租个床啊 这挺舒服的 不用 在这儿睡多难受啊 又没几个钱 不是钱的事 我到那里边我还不方便 自己老婆有什么不方便的 真真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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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还没睡觉吗 我得找你的得意门身谈谈 又怎么了 你说呢 是不是 没有什么是不是 郑宇 你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巧合 为什么总是叮尼 为什么总是你们两个人 单独在一起 我现在一听到叮尼两个字 我头就大 这个名字已经让我吃不下 睡不着了 如果再这么下去 我必须要采取措施了 有什么话你冲我说 别找我学生的麻烦 他要真是你的学生 就不应该这么欺负他师母 来 给妈妈 给 去 开门去 我 嗯 陈总 你又没什么了 鸡 豆腐 炖出来都是白糖 知道吧 行啊你啊 宋大爷 叔叔 你说你们家就那么舍不得换煤气罐啊 每天跑到我们家蹭吃蹭喝 那也就算了 连活也蹭啊 确实没时间啊 下不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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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别那么小气行不行 人家也不白用咱家火啊 上次那么大只鸡不都给留这儿弄啊 你可别提那只鸡了 那鸡是留下了 谁能咬得动啊 闹了半天啊 你留下那只鸡啊 就是让我们闻味的 妈 那你都在炖呗 我爸菜也是好心 你这臭小子 在你爸的问题上 你永远没有原则 老师 今天这什么意思啊 改鸡鱼顿豆腐了 你看 警官就是见过市民 不过呢 这玩意我不太会 我不知道是凉水炖鱼 还是热水炖 回头我往下 后面帮我炖炖呗 不会 别说不会啊 这你拿手的 咱们在一起的时候你 呸呸呸 不好意思 你得又口误了 范警官 别介意好吧 习惯了 不是 宋大连 你看你这又老母鸡 又鸡鱼炖豆腐的 这什么 你这是给谁下奶的吧 下奶 啥就下奶呀 不懂别问 实话实说 谁呀 未婚先孕 胡说八道什么 守着孩子 不要老娘们 你就老实交代 到底是谁 好好好说说说 再不说 不是你下边说什么了 是下奶用的 翠翠生了 翠翠阿姨生孩子了 爸 生的是小弟弟吗 小弟弟 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呀 就是你们爷俩 一个比一个缺心眼 人家生孩子 这一个跟着瞎忙活的 一个跟着叫好的 不是 他那个 他们家没来人 我要不帮的话 就没人帮他了 不是 我说你 也不欠他什么呀 不是 就算欠他什么 也用不着这么伺候啊 跟姑奶奶似的 妈 我抱歉 翠翠阿姨什么呀 没什么 你别瞎问 那个什么 反正总之都拿了 我得炖嘛 你要能帮我炖就帮我炖 不能帮我自己炖 行吗 我自己来 赶紧去炖吧 别说炖鸡炖鱼了 炖可活猪都行 谢谢 不可以要去炖呢 不可以要去炖呢 吃饭没饭 咱们永远不拿自己当外面 吃饭 王老师 你好 好的 好的 我马上过去 要回来 马超啊 那个 小布的钢琴老师啊找我 我得赶紧过去一趟 这样 你现在到我这个位置来一下 把翠翠鱼汤啊送过去 你送到以后赶紧走 别再给人糊里了了好吧 好 我马上给你发个定位啊 喂 哪位 您这么快就到了 不是 您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现在也没法接您啊 要不这样吧 你打一车 就说到妇佑医院 我在三零二号房 好的 好的 那您慢点 好 那个 咱们又见面了啊 我姐夫临时有事 让我把这个鱼汤给你送过来 我不喝 你拿走吧 鱼汤对孕妇好 而且这是她的一片心 我真的不想喝 对对 她是 我们的关系很微妙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太清楚 行了 我赶紧回去吧 看来你气还没消 不仅是对我姐夫 把我也带上了 那天都回去了 把我好一顿骂 不 我得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你是好人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怎么这好的话听着像骂人呢 汪老师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吧 宋小布说她不想学琴了 我想问问你 是不是你的主意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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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说过这个话 苏老布具体怎么说的 她说你赚钱很辛苦 工作不容易 听说你前些天还病了 你为了做生意 把家里房子都卖了 这孩子竟瞎说 她说你也同意了 不想让她再去学琴 反正也成不了音乐家 我想啊 这可能是她自己的主意 所以请您来确认一下 请不吝点赞